严老师啊 我特别喜欢看这环转 您看我今天这个绿色的衣服 您帮我做个同事呗 安排 在家校学车 认识了一个姐姐 她就收我这个 就是那会儿我是做多少 她收多少 然后帮我去销售 然后后来呢 这个姐姐出国了 她不再收了 于是我就搁置了 直到这两年 我自己开始弄抖音 会刷到好多人做这个 我也就开始继续 聚业会就找我 说咱们残联这招人 愿不愿意去 然后我一想 就在家门口 比在我外边 就是提早贪黑的 踏实的多 稳定的多 于是我就把那边工作辞了 就来到了咱们这个社区上班吧 残联的工作吧 残疾人 为残疾人服务吧 最早啊 有什么问题呀 政策呀 不会的呀 还会去查呀 什么的 时间久了 慢慢政策都记在心里了 谁谁谁 什么年龄 我符合什么政策 可以申请多少多少钱的补助啊 这种的 就是烂在心里了都 时间长了呢 一说明 哎我都能知道 他们他们家有什么病 他们他们家孩子上几年期了 然后什么上学就业困难 这种的 就记住了 您觉得通过这么多年 你跟残疾人接触 你觉得残疾人现在他们需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希望残疾人有一个平等参与社会的权利吧 因为现在残疾人有的时候出家门啊什么的会被大众所歧视 或者说各种不方便 就是无障碍设施啊或者什么的就希望更完善一些 让他们也能走出社会 走出家门去参与这个社会的这个美好